今天第一次在台上直接打滑了 摔到了屁股 还好屁股分了 屁股的后续 图腾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这个图腾呢就是泰雅族 高山族的一个分支 在男孩 当他学会打猎 学会补猎记 代表他长大了 他可以替这个部落带来贡献 他就成为真正的打雁 所以他就必须得闻上这一本 女生的话得学会织布 就成为真正的女人 他就可以闻这一本 所以这首歌呢 其实他的园曲是写给小孩 然后感动了我 听了很多我 然后也是搜索了他的原创故事背景 就让我想到我老家的 我的族人们 所以今天我们开 虽然说 对别倒了 但是我觉得 我尽力了